Sandy巫山儒22號出席代言活動 說起二妹最近傳出懷孕的好消息 沒想到她當下的反應竟然是很生氣 她跟我講的那個當下 我跟小妹是一起知道的 馬上對她生氣 因為她沒有預備任何驚喜給我們 就是直接了當的讓我們知道 然後我們就 欸 這應該要很好玩 你應該要有一個什麼 然後整我們一下 然後我們就 好 恭喜喔 就覺得怎麼這麼無聊呢 我們家不是都很好笑的嗎 怎麼這個女的 沒有啦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到現在都不知道性別 猜呢 就是每件飲食麵就亂猜一個 那妳會送禮物給未來這個東西 一定要送啊 送她SodaStream氣泡水晶 從小就喝氣泡奶的嬰兒 沒看過吧 她就知道之後開始 憂愁她要被叫阿公 她覺得很崩潰 然後她就為了這件事情 在那邊難過很久 但是那天我們有講說 聽說什麼 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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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女 都會像舅舅 然後我們三個姐姐呢 就看向露西派 蛤 這樣 然後露西派就這樣 而且那天是她生日 她就說 謝謝喔 謝謝喔 對啊 好煩喔 但我真的沒有想啊 大概是世界末日之前會有啦 真的沒有預計耶 我們就是沒有規劃 認真沒有要跟你們講什麼 順其自然這種話 你看我真的還不錯吧 乖乖 認真的答案就是 現在沒有這個計劃